各位旅行者大家好 那今天的话是我们活动的低暗关 然后这次的话积分倍率的话是乘1的 好的咱们开始挑战 然后队伍的话是全试用的一个角色 我们主要的主C的话是这个灵人和这个燕妃 那星海的话释放大招的话就可以减速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技能 那红色的是代表的是这个星船秘技 那黄色的是代表这个通常秘技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的我们进入这个战场 首先我们开启机关马上释放大招 然后再释放异技能 好这个洗刷刷洗刷刷刷刷几下 好我们再等待第二个异技能 好第二个异技能好了再刷两下 那杀完之后的话我们就切换 好的下一步的话我们切换 那克莱的话释放一技能再释放大招 然后在这个大招这个附近啊 我们就普通攻击就可以了 然后等着切换 好叶飞上来的话释放大招再释放一技能 那叶飞的话是打全场的啊 所以说你会重击的话就用这个重击 不会的话你看到一技能啊就释放一技能啊 不要浪费 好的我们时间到的话我们就切换下一个角色 好凯瑞斯的话我们挡的是这个普攻啊 大家不用释放大招 有一技能的话释放一技能 然后就直接砍就可以了 好有一技能释放一技能 再砍两刀 好可以切换了 那星海的话释放一技能再释放大招 挡到我们可以切换角色啊就可以了 好可以切换了 那提拉里的话我们释放一技能再释放大招 如果你会重击的话可以重击释放几下啊 不会的话我们就等待我们来到中间切换我们的灵人 好继续释放大招再释放一技能 然后就洗刷刷啊继续洗刷刷 好了我们再等待第二个一技能 啊同样的方法啊 我们这个技能打完之后我们再切换 好可以切换了 然后我们柯莱还是一样的 释放一技能释放大招 然后在这个大招这个附近啊 我们就普通攻击就可以了 好切斐烟斐释放大招 然后点点点 有重击的话就重击 有一技能的话就释放一技能 然后这边的话会刷新这个藤蔓啊 藤蔓的话会挡住我们这个攻击啊 大家建议的话绕过去 好的咱们接着凯瑞斯 再切换我们的星海 释放大招 然后就点点点就可以了 点到我们这个提拉里啊 到了我们再切换 好再切换 释放大招 好再释放个一技能 再重击两下 好完成 好来到中间 切换零人释放大招 好释放一技能 然后再洗刷刷啊 好我们这一关的主要的输出 还是靠这个零人和烟斐 那现在的话 一共有两千分了 下面还有四十多秒 就交给大家了 好的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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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